今天台湾强震多地震中心曾说已进入地震活跃期 但你相信台湾竟然会移动 现象局长证明点PO出两张图直呼台湾真的在动 从实际走势来看是2009年到2018年地表变化 显示台湾西半部都朝东南方移动 移动速度距离较轻微 而台湾东半部都朝西北方移动 移动相较明显 尤其以绿岛蓝宇每年移动8公分最多 如果时间够长的话 这个台湾会越来越瘦 当然越来越瘦 它造成情况伤也会越来越高 云来地震期间短短数十秒内出现同振华移 其实平时地壳也都偷偷乱动中 会出现非常微量变形 如果是大型地震会造成地表位移 像是车龙普段曾错动台湾地表出现 强达105公里伤痕水平位移9米 地壳有些没有壹长 有些忽然间就变动很大 地壳上有点异常现象 所以这种情形来讲 我们有时候会特别注意 到底怎么样 但是它不见得它能够反映出 一些可以做一些很好的预测 地壳专家也借此监测 台湾地表的异举移动 希望找出大地震发生前的征兆 接着张正名杨宗燕台北报导 矮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